台湾的水情相当的严峻 台中市4月初开始实施了 公五停二名声限水 但是有民众就投诉了 他住在甲区周二周三停水 但是一直到周四中午水都还没有来 他家里头的水塔撑到星期三的晚上 就已经没有水 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忍不住自嘲啊 他现在根本就是被迫先实施公四停三 而以台湾目前的水情艰困程度来看 是否到时候真的有可能会变成公四停三呢 经济部表示没有讨论到其他的方案 到7月份都还会是公五停二 说好了公五停二 那礼拜三的2400就该有水来 偏偏北屯区这33户人家 迟迟等啊等 比别人多等了14个小时 等到的水滴滴答答 然后就没了 诸户说他们周一晚上8点 就没水水塔勉强撑到周三晚上 然后就无水可用 晚盘堆一堆没洗 更不要说洗澡跟上厕所 冲马桶 然后继续等到周四中午 水姗姗来迟还断断续续 在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改善反了这次停的更 更玩供水 供五停二解水措施分甲一两区 甲区周二周三停水 以区停周四周五 这33户属于甲区 却从周一晚上停到周四下午 忍不住笑说自己先实施了 公司停三 应该是里面还有空气阻塞到 除了排气以外呢 我们还从另外空水回路里面呢 再流水过来 因为这区属于管线末端 水公司已经派人处理 网络还有人PO出照片 缺水 没热水洗澡 DIY把热水瓶挂在浴室 接上连蓬头 就能洗热水澡了 网友笑说记得调好水温 不然会烫伤 水清如此艰困 有没有可能变成公四停三 经济部表示 到7月没有讨论其他方案 剧本都是公五停二 记者陈一王东山 台中报道 有没有可能变成公四停三